一朵朵郁金香在風中搖曳 陽光照耀下更顯得繽紛 趁228廉價最後一天陽光露臉 民眾相機手機拍不停 想留下美麗回憶 今天東北西風就減弱了 所以其實整個台灣附近的一個 溫度上來講都是有比較明顯回升的趨勢 所以其實在今天的高溫上來講 除了在竹苗地區大概是在22 23度左右之外 那其他地方都可以來到24到29度 甚至是30度這樣一個高溫 228白天北台灣清晨低溫16 17度 高溫上探26 27度 中南部甚至會高達30度 而3月1號同樣舒適晴朗 北部高溫來到25到27度 南部同樣有機會出現30度高溫 除了注意日夜溫差 北台灣還得小心 週三又有冷空氣報導 微弱東北風會有南下一個狀況 天氣上來講的話 都主要是以影響在北台灣地區為主 那其他地方來講的話 其實是並沒有受到太大的一個變化 那東北風影響這段期間來講的話 在北台灣的高溫上 從原本今天的26 27度 會下降到大概是在20度左右 微弱冷空氣讓北台灣再度降溫 但水氣不多 降雨將只集中在山區 而星期五回暖一天後 假日溫度再度溜滑梯 不過很快的在假日的時候 又會有另外一波的冷空氣 會再次南下 跟禮拜三這一波相比 是會比較略強一點點 大致上是都在15度到17度 這樣一個範圍 春天來臨受到東北風南下影響 溫度高高低低 主要都是北台灣變化最明顯 陽光持續露臉 也會收價增添好心情 進行為許大臣 洪偉濤採訪報導